7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法法律論壇在香港舉行 多位重量級嘉賓齊聚一堂各書幾件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 香港國安法和基本法沒有抵觸 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不可以成為全國14億人民的安全威脅 他相信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 歡迎國安法的實施 是一個最文明、最和平的方式 去解決香港的亂局 港區國安法和基本法一樣 他的誕生是為了解決問題 他是希望用一個創新 是一個大歷史格局 以及法律的格局去制定 香港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主席 立法會議員何俊堯表示 香港國安法的施行為維護國家安全 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要進一步解決國安問題 還需要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 這是香港的限制責任 這個條例並不是完結所有的工作 我們還有在23條裏面有七宗罪的 就是叛國未有的 叛國未有的 23條這個要做完它 國的機密 煽動叛亂 外國的組織不能夠下來特區裡搞搞振 另外香港我們自己特區內的政治組織 不能夠和海外的政治組織有聯繫 這五層就沒有完成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 對於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 於當日在香港刊線表示歡迎 他認為細則的頒布 既能達到防範、制止和懲治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也符合香港國安法總則下 對於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要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